像是早有準備似的 一早從捷運站走出來 準備上班的王如璇 看見媒體排排站 立刻停下腳步 大家都辛苦了 這麼早就在這個地方等候 真的是辛苦了 但是謝謝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謝謝 問一下我會出現在都常會嗎 謝謝 所有問題一概都是謝謝回應 但事後電話繼續追問 王如璇開始透露出端倪 我自己的心情我都在規劃中 都在規劃中 不排除 不排除 不排除副手人選 還是不排除中常會 因為都不確定 所以都有可能 依據不排除 已經是王如璇能說的最大限度 一向個性耿直的他 擔任老委會主委時 讓朱立倫留下不錯的印象 台大法律現畢業 除了擔任老委會主委之外 還是婦女薪資基金會的董事長 1998年 力推《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立法》 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 家庭暴力防治保護的國家 被稱為人權律師 我知道背後有非常多的壓力 但是我捍衛勞工朋友 權益的誠摯初衷 從來不曾有過任何的動搖 這是2012年 基本工資還漲拍板定案 王如璇請辭淚灑立願 一向心直口快的他 卻也常常惹出爭議 2009年 金融海嘯 教育部補助企業22K聘人 王如璇接受平面媒體專訪時 脫口而出 2萬2還嫌少 另外在2012年 追討就業貸款時也向官廠勞工提出告訴 事實上根據了解 王如璇並非朱立倫副首第一人選 在朱立倫出訪美國之前 已經多次詢問前衛生署長詹啟賢 除了聲望政務經驗豐富之外 專業性更能和朱立倫互補 而反逮之後再度確認意願 確定詹啟賢婉拒 才進而找上王如璇 朱璇佩將在國務黨中場會上 對外公布 也象征國務黨慢慢踩穩腳步 PK殷人佩 力拼逆轉勝 記者李世堅 朱涵云台北綜合報導 到